哈喽大家好,我是龚腾,欢迎来到《迷雾剧场》新作《八角听迷雾》系列节目第二期 本期内容主要是原剧第三到四集的故事分析和细节梳理 整体剧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事件 诸盛辉案件、学校的留言、失踪的木格、跟踪的神秘人以及玄家的故事 事件一,诸盛辉案件 警方根据现有证据全面排查监控录像 死者诸盛辉以及念玫的活动路线已经被基本还原 警方的结论是,案发当晚发生冲突之后 朱盛辉和念玫先后沿着相反的方向离开低厅 监控显示,当晚的确有一位头戴帽子 面不未知的神秘男子在暗中跟踪念玫 晚上10点05左右,念玫、玄良以及神秘男子在八角厅附近相遇 监控录像里还有玄良试图追击神秘男子的画面 同样是在晚上10点左右,朱盛辉走进西柳巷附近的监控盲区 警方目前根据地面的血迹已经基本锁定朱盛辉预袭的第一案发现场 他的死因是头部受到重创导致的颅骨骨折 具体位置在一个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宅门口 结合事件报告以及案发当晚附近居民听到的争吵 警方认为朱盛辉的死亡时间应该就是预袭的晚上10点左右 也就是说,此时正在八角厅附近的玄良具备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此后面对警方的调查,念玫和玄良的描述也和监控录像完全一致 所以警方决定暂时排除玄良的嫌疑 原非也可以重新回归死亡期专案组 警方接下来的调查重点是 朱盛辉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三公里以外的河边 从此刻开始,刚刚毕业参加工作 但是思维清晰,观察力敏锐的刑警流行力 将在后续的案件侦破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根据大力提出的建议 专案组开始全面调查案发地和尸体发现地周围的大小河道 并且迅速找到一艘战友死者朱盛辉血迹的鹏船 研制这条重要线索继续深入调查 警方又成功找到一段至关重要的监控录像 案发当晚10点12分 有人划着鹏船驶向外合 虽然无法直接通过视频确定尸体就在这艘鹏船上 但是具体的时间和路线说明画面里的人就是本案的抛尸者 更重要的是大力发现划船的抛尸者极有可能是一位长发的女性 此后依然还是通过筛查监控 警方又在低厅成功找到疑似抛尸者的身影 他进入低厅的时间比念没晚13分钟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死者朱盛辉的体重是131斤 搬运起来肯定需要一定的力气 乔装打扮故意摘下帽子露出假发 这些线索也有可能是凶手故意设置的障眼法 警方需要根据监控想办法锁定抛尸者的行踪和身份 以上便是专案组截至目前的主要调查 特别感谢大家的清晰弹幕支持 镜头转向朱盛辉意外死亡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因为认定玄良就是杀害儿子的真凶 所以死者父母朱文生和邱文静不断向警方施压 邱文静甚至直接来到玄家闹市 袁非重新回归专案组以后 朱文胜不认可警方的调查结果 而且还在警局威胁袁非 你们不抓玄良我会想办法弄死他 另一方面昆剧团重要演出在即 丁饶烈和周雅梅非常需要资金 朱文胜近期原本应该按照合同给昆剧团打一笔钱 但是丧死之痛使得朱文胜已经失去理智 前往新元集团寻找帮助的丁饶烈直接被朱文胜赶走 无奈之下考虑到朱文胜的妻子邱文静 曾经也是昆剧团的学生 于是丁饶烈和周雅梅又找到邱文静 没想到邱文静竟然借此机会 要求他们向警方作证 学员良曾在昆剧团扬言要杀死朱盛徽 不过因为当时目击者众多 所以丁饶烈和周雅梅肯定不愿意清一所伪证 此后另寻出路的两人依然是屡次碰壁 值得一提的是丁饶烈和周雅梅虽然是夫妻 但是两人没有孩子 平时似乎也不住在同一个房间 最后放一张自制的人物关系图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事件二 学校的留言 伴随时间流逝 有关念梅的传闻开始在学校广泛传播 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念梅和田老师都曾被警察叫走过 所以已经有人在说 念梅和田老师之间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专案组方面因为念梅的同学穆格 先后出现在昆剧团和低厅这两个关键地点 所以原非安排大力针对穆格展开全面调查 此后面对大力准备充分的犀利询问 年轻的穆格并没有隐瞒的空间 接下来的这段塑料解梅花的故事线虽然并不复杂 但我也是想了半天才彻底梳理清楚 阶段一 穆格其实早就认识大量和朱胜辉 前不久穆格被朱胜辉收买 同意安卓为其提供念梅的行踪 这就是穆格近期突然成为念梅好朋友的隐藏原因 朱胜辉能够直接冲进戏曲学校找到念梅 靠的也是穆格的通风报信 阶段二 4月17日晚 新手机被父亲摔碎的念梅找到穆格倾诉新生 念梅说自己的性格不像穆格那么讨人喜欢 平时也没什么朋友 最近有穆格陪伴真的很开心 另一边被念梅的真挚情感逐渐打动了穆格 也开始打算和念梅成为真正的朋友 谈话间穆格告诉大力 案发当晚他真的没有泄露念梅的行踪 是因为大量恰好在低厅 所以朱胜辉才会找到念梅 摆脱朱胜辉的纠缠之后 念梅对穆格所说的我和别人睡过应该并非事实 因为看到穆格惊讶的表情以后 念梅也曾解释道 假的我只是害怕像小姑一样 18岁就被杀害 什么都没经历过 就像没活过一样 更重要的是 4月17日晚 朱胜辉被人杀害 念梅近距离遭遇跟踪的神秘人 阶段三 4月18日 念梅请假没有去学校 悬梁请求原非和念梅沟通情况 结果原非刚到悬家 因为朱胜辉的尸体被发现 所以原非必须立刻赶往案发现场 镜头转向学校 好智询问穆格 念梅今天怎么没来上学 根据穆格的描述 我们得知 她一直感觉身边的所有人 都喜欢念梅 都想巴结她 如今发现自己喜欢的好智 似乎也格外关心念梅以后 失控的嫉妒心 使得穆格脱口而出 念梅忙着呢 忙着做不三不四的事 学校里有关念梅的留言 正是由此而来 阶段四 4月19日 听到自己的传闻之后 重回学校的念梅 立刻质问穆格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彻底弄清穆格 因为嫉妒污蔑念梅的 心路历程以后 大力又开始询问穆格 有关田老师的问题 穆格说 田老师是全校女生的偶像 然而极其不自然的表情 说明穆格和田老师的关系 也许并不简单 不过因为证据有限 所以大力并没有继续追问 她的系列调查 暂时搞一段落 阶段五 念梅和田老师的传闻 逐渐出现 意识到留言的不可控性以后 穆格独自来到教职宫宿舍 说是有几句话想和田老师聊聊 诡异的是 进入房间的穆格 转身关门 自此便突然音讯全无 另一边 因为玄母的病情伤不稳定 所以念梅只能在医院 简单庆祝自己的18岁生日 专业夜色降临 玄良从朋友口中 听到有关念梅的留言 并且得知 穆格应该就是最核心的造谣者 因为不允许女儿被随便污蔑 所以愤怒的玄良 立刻来到穆格家 根据此后的剧情 我们得知 原来穆格的母亲韩雪平 正是玄良在黄酒厂工作时期的敞花 而且他们曾经应该还是恋人 或者情人的关系 至此我们终于意识到 玄良当初没有继续向田老师 询问穆格的电话 可能也是对于韩雪平有所避讳 如今时隔多年再次见面 玄良和韩雪平多少都有些尴尬 得知穆格不在家以后 玄良立刻离开 完全没有多说一句话 事件三 失踪的穆格 或者说是穆格失踪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虽然穆格平时比较疯 但是每天晚上都会回家 于是发现穆格彻夜未归以后 韩雪平立刻跑到学校 并且得知 穆格前不久和念玫打过一次架 再加上昨天晚上 玄良还莫名其妙地找过穆格 于是韩雪平认定 穆格的失踪肯定和玄家有关 并且来到玄良家门口 添油加速地大闹一通 玄良的妻子秀源 应该是本剧目前 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善良大方温暖情商高 说话得体 即使面对气势汹汹的韩雪平 秀源起初也是好言相劝 但是当听到韩雪平 当众污蔑女儿念玫的话以后 秀源也会直接冲上去 和韩雪平兑现 最后直到警方介入 这场闹剧才暂时平息 此后不久 袁飞告诉玄良 穆格已经向警方承认自己 因为嫉妒散布留言的事实 另一边察觉到玄良和韩雪平 不一般的关系以后 秀源主动向玄良询问 但是心里乱糟糟的玄良 并没有正面回应 事件四 跟踪的神秘人 既然已经确定案发当晚 念玫的确曾被人跟踪 所以袁飞迅速将念玫交到警局 协助辨认监控录像 因为视频的清晰度有限 所以念玫只能看出 神秘人的走路姿态 很像是班主任田海鹏 此后警方来到学校 询问田老师4月17日晚上的行踪 虽然没有发现明确的疑点和线索 但是在此过程中 大力在学校走廊意外发现一张 田老师头戴帽子 手持相机的照片 更重要的是 如果调量念玫的回忆截图 我们已经可以基本确定 案发当晚在八角亭 跟踪念玫的神秘人 就是田老师 与此同时 田老师意识到 警方已经开始调查自己 另一方面 因为念玫的流言蜚语 已经逐渐失控 木格失踪以后 韩雪平又把电话 直接打到视觉位 所以考虑到近期的是终点考核 校长专门把念玫和木格的班主任 田老师叫到办公室 认真提醒他 注意处理好和同学的关系 谈话间 校长提到一个 把自己搞得身派名裂的前车之鉴 这个例子 应该和玄真死亡的 八角亭悬案有关 离开校长办公室以后 田老师匆忙返回宿舍 将桌面上大量的念玫照片 藏进柜子 然后又开始删除 相机里的资料 更重要的是 根据截图 相信很多人都会发现 念玫的这些照片 不像是偷拍 而是摆拍 特别补充 八角亭迷雾有非常多 模糊抽真的片段 如果逐一截图 我们发现 疑似跟踪念玫的人 其实不止一个 比如念玫手机被摔 离开家中以后 出现在他身后的 这个外套加蕾丝的神秘人 更重要的是 杀死朱胜辉的凶手 他的手臂上 似乎也有 类似外套加蕾丝的服装 而在念玫 离开医院 音乐逐渐诡异的片段里 玻璃反光照射出的 可疑身影 又是一个 穿着衬衫的男人 诸如此类 可以利用截图和细节 分析剧情的例子 还有很多 比如好之身边的 这个男孩 在班级听到念玫的留言时 剧情里还有一个 他的特写镜头 事件五 玄家的故事 最后补充几条 有关玄家的琐碎剧情 念玫心情复杂 貌与天台散心 玄良心怀秘密 深夜独自买穗 这些比较情绪化的剧情 不再过多赘述 重点一 玄良和朱文生 积怨已久 根据警方的调查 我们得知 当年朱文生承包 黄九城以后 因为想要节约成本 于是便以各种理由 刻意下岗一批工人 其中就包括 所谓无心上班的玄良 与此同时 朱文生当年还对朋友说 开除玄良 是因为玄家人 留在场里不吉利 自那时起 玄家和朱家的矛盾 就已经形成 重点二 玄母的病情基本稳定 甚至已经可以 自己默默地走出病房 突然不见踪影的玄母 也是把外出打饭归来的玄敏 吓得不轻 此外 脑出血压迫中枢神经的病情 还是会影响玄母的认知和情感 具体表现就是 玄母的很多话 总是哪壶不开 提哪壶 或者隐藏线索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看完第五六集 依然有些支离破碎的剧情以后 我对于这部剧的整体评价 已经初步定型 首先 这肯定不是一部 瞎胡闹的剧 很多情节和细节 确实也有很强的设计感 但就是加起来的整体效果 真的不够好 虽然不是说 每部剧都必须有特别吸引人的开篇 但是 截止目前 这部剧的叙事风格 确实很难被很多人接受 剧情细节方面的小瑕疵 或飘忽或平淡 整体不够连贯的节奏 这些问题 甚至已经使我 对于核心谜题的答案 失去兴趣 虽然后续的剧情解说 我肯定会认真对待 但是这部剧 龚腾暂时不会做 针对性的推荐 最后的最后 再次感谢新老朋友的关注 和点赞支持 点赞过万 两天内继续更新 我是龚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